作词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编曲 李宗盛 编曲 李宗盛 编曲 李宗盛 请先开金本 第三面 第三面 经文第五行 最后两个字看齐 至上菩萨 吉根菩萨 信慧菩萨 愿慧菩萨 从这个地方看齐 前面一尊 抱床菩萨 它所表达意义 以及我们应该 如何来学习 而乐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上一次已经讲得 很详细了 但是 意思还没有能够完全表达出来 前面讲的 抱床跟光阴 这个光阴是讲的形象 抱床 是说我们 要把这个法门 宣扬 也就是经里面 世尊常常教导我们 读诵 受持 为人引说 这两位菩萨 确确实实代表这个意思 因此 我们四众弟子 无论我们先行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从事与哪一个行业的工作 多应当做社会大众的表率 做社会大众的模范 那就是这两位菩萨 所表达意趣 至上菩萨 他所代表的 要用现在的话来说 高度的智慧 圆满的智慧 无上的妙智 那么于是 佛华里面讲的真实利益 就落实了 众生所过的生活 烦恼啊 我们观察这个社会 不论贵妇平坚 过有过人的烦恼 贵人 有贵人的烦恼啊 富人 有富人的烦恼 那贫穷人 他有贫穷人的烦恼 都在烦恼里面 过日子 过得非常的辛苦 这个 这段诗 不是说的这一生 无量见来 生生世世 无不如是 正是 世人所谓的 不如一丝 长八九啊 那么由此可知 如意之事 只占十分之一 还未必 往后 未来无踪啊 这样的苦日子 要过到什么时候 才能出头呢 那就要看缘分了 什么缘分 遇到佛法的缘分 真正有缘 有缘 还要两个条件 你才能得到 缘满 这就是弥陀经上所说的 不可以少 善跟福的 因缘 得身 没过 因缘 有了 你遇到了 遇到佛法 遇到大臣 尤其是遇到 尽忠 无量寿净 这个是 无比的 稀有啊 缘去住了 缘住了之后 你这一生 能不能改变你的生活 那要看你的 善跟福德 你要是有善跟福德 你的生活 立刻就转变了 佛法里面讲的 立刻得落 不是假的 非常现实 现在就立刻 现在就得落 而且是立就净苦 得圆满落 你说 这个都自在啊 那么我们要问了 善跟福德 是关键 什么叫善跟 善跟是 真心 真明白 理解 心结 是属于善跟 悦行 是属于福德 你有没有这个悦 肯不肯照做 有这个悦 又肯照做 哎呀 你是大福德之人 你从今而后啊 不再过烦恼的日子了 过高度智慧的生活 这就是佛法里头所谓的 转烦恼成菩提 那就是至上菩萨 转烦恼成菩提 转我们烦恼的生活 成为高度智慧的生活 那么你的生活 与诸佛菩萨 与法神大事 真的叫无二无别 说到这个地方 也许有同修就说了 那是不是能把我们贫穷 转成富贵呢 不是 贫穷还是贫穷 但是贫穷呢 它不苦了 它不烦恼了 变成什么呢 贫而落 贫穷快落 这个字在呀 你要是不相信 你看看 虚云老和尚的念谱 我们这个图书馆有啊 虚云老和尚就朝不太善 那个发的是真诚心 三不一败 几千里的路程 败了三年 才败到了 路上 经历许许多多艰苦 在他大难的时候 他重病的时候 没有人帮助的时候 有一个要饭的叫法子来帮助他 帮助他好几次 所以老和尚对他很感激 问他叫什么名字 那个要饭的说 他叫文吉 文章的文 吉祥的吉 问他在哪里 他住在五台山下 你到五台山 可以能够遇到 老和尚以后 拜到五台山 在五台山向人家打听 有一个要饭的 叫文吉 你们知不知道 大家说 文殊菩萨啊 文殊菩萨讨饭 说乞丐 落得不得了啊 快落得不得了啊 请诸位要吓他 佛决定不会阵长 帮我们阵长探成痴 我们拜佛 这就有很多钱 就可以做大官 那你完全错了 佛菩萨不会帮助你这些 佛菩萨帮助你觉悟 帮助你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 觉悟了乐 那叫高等智慧的生活 高等智慧的生活 不是财富 那么世间 富贵平静 佛不能帮助你 为什么不能帮助你 这是因果的关系 你前世没有修 财富师 这一生 得不到财富的享受 佛要是能给你的话 岂不是把因果定律破坏了 哪有这种道理 这些 这些甚深的理 与复杂的四项 唯有佛清楚 唯有佛明了 所以佛成为圣人 圣是什么意思 生命四礼 称之为圣 对于宇宙人生的四体 彻底的通达明了 什么样的因 得什么样的果报 所以佛教给我们 你要是想富贵 你要是想受考 做个长寿 佛教你修阴 你自己修阴 果报就会现成 如果修阴 很认真 很勇猛 那个果报不再来生了 这一生当中就现成 所以我们一定要 勇猛精进 这才行 转变自己的因果 这个佛是指导我们 教导我们 是一定要我们自己去做 我们听了佛的教诲 不肯依教奉行 那没法子 我们的业力转不过来 所以转不过来 如果真正通达佛法 你就自在快乐了 你一过佛菩萨的生活 不再过反复的生活 为什么呢 你有智慧 智慧从哪里 智慧从光阴宝床上带来的 就是文法 修持上带来的 那么为什么 有智慧也有福报的人 很聪明也有福报的人 他还做糊涂事情呢 这个离很深 离是什么 夜离时然 很可怕 事出事发黎明 我们仔细观察 都存在 我们见到了 甚至于自己遭遇到了 心底要贫困 决定要遵守佛的教诲 不可以违背 你看在唐朝时候 唐太宗 在中国历代帝王当中 英明之主啊 他夜深最大的遗憾 他做了皇帝 把他哥哥杀了 把他弟弟杀了 这是在历史上 他的一个污点 对他的政绩 没有人不佩服 但是对于这一点 没有人赞同 守族之情 没有了 那我们再看看 清朝有个例子 永正皇帝 康熙的儿子 永正做了皇帝了 把他所有兄弟都杀光 一个不佩服 你能够说 他没有智慧 他没有佛报吗 他不懂佛法吗 懂啊 清朝皇帝 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啊 都有多少故事辅导他了 业力也不可思议啊 所以我们在今天 事发力求 佛法力求 今天呢 比过去差远了 不重视道义的教育 西方 这个风气 渗透到我们中国 把中国古老的传统 破坏掉 中国过去人 从小所受的教育 忠孝仁爱 性欲和平 受这种教育 过去社会讲道义 是讲义气 今天西方的这个社会 讲什么 讲厉害 讲厉害就不得了了 一有力 马上就变心了 道义就没有了 这个我们现在在 几乎每个地方都能看到 最明显的 你看在美国许多公司 这公司里头 有不少专业的人才 别的公司知道了 来挖酒 他给你这个 这么多待遇 我再给你这个待遇 多一些 等你辞职到那里去上班去 尽力就忘义 这在中国过去 没有的 你给我再高的待遇 他也不会便捷 人有感情 人有道义 不会这么做的 但是西方的教育院 他认为这很正常的 我们今天也看得太多了 也看得很正常 很容易变积业 很容易变心 你想想这个社会怎么能不乱 大家都看到利 道跟义没有了 现在是 我们就是 想到这个地方 我们不能不佩服日本人 我对日本人真的是佩服五体投体 虽然过去他欺负中国 日本人今天的社会 还有道义 你看 他的公司非常衰的时候 员工不舍得离开 不忍心离开 还要维护这个公司 他不会跑到别的地方去 这个根 中国文化了 他们还能保守啊 员工有对老板 对公司不满意的抗议 抗议他们不罢工 他们在头上扎一个脖布 老板一看晓得 他有意见 赶快召开会议来解决 和平解决 他不罢工啊 那不像外国 外国一不满意 马上罢工 一罢工就 彼此双方都损失 所以今天我们在社会上 还能看到一点意义 那除日本之外 其他地方看不到 这种道义 还真正晓得知恩报恩 但是西方教育上恩也没有了 他不知道是什么是恩 不知道什么是恩 如何能谈得上报恩 那完全谈不上了吧 佛法的教育虽然这么好 如果他善根付得不够 他听了也相信 但是别人说几句话了 他马上就不相信 现在这个世界呢 楞严经上说得很好 斜思说法如恒河沙 你们有高度的智慧 这个外面五欲六成的诱惑 你要是能不动心 我常常给我们内部同学们说 那你叫菩萨再来 你不是凡人 凡人哪有不动心的道理 哪有不受诱惑的道理 所以你动心 你受诱惑 我们看起来正常的现象 事出事件法都一样吧 你接触到这境界不动心 那你这个人不平常 你不是凡人啊 你是凡人哪有不动心的 你受到现前的教育 看到现在社会的风气 自自然然 你就受他影响 自自然然 你就受他摆布 所以唯一方法 我们在这个经上讲的 贤乎 你要懂得自己 如何保护你自己 在这一生当中 成就道业 一定要过高度智慧的生活 绝对不是感情无私 第一下一位 极根菩萨 唯有高度的智慧 才能入甚深的陈地 这位菩萨带的是 极灭尽知 如来国地上所争取的 大定 令人经常讲的 熟令人大定 华严经常讲的 华严三位 四子分训三位 如来国地上的大定 根是讲的六根 极是清净极灭 极灭的定 比无僧法人的定 还要深 我们在人观景上看到 无僧定 那已经是很深 七地八地 九地菩萨所正的 七地菩萨所正的是 下平 无僧法人 八地中平 九地上平 极灭定是 法云地的菩萨 十地菩萨 正的是下平 等着菩萨是中平 如来国地上是上平 当然 此地这些菩萨们 都是在家的等着菩萨了 那哪里是凡夫 所以他们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极灭定 至少 按人望经上说 也是中平的 成福是上平的 这是中平的 已经菩萨大道 顶团 顶头了 顶从哪里来顶 顶从会来 你没有无上的妙智 你怎么能真 极灭尽体 而定跟会 是相辅相成的 我们一定要懂这个道理 定能帮助会 会能帮助定 会是看破 什么叫看破 了解四十真相 这看破了 定是你在这个四十现象里面 你能够如如不动 就是金刚经上所讲的 不取于相 如如不动 不取于相 是不着相 外不着相 内不动心 这是禅定 你禅定功夫深 帮助你看破 也就是四十真相 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明白 越来越看得透彻 越看得透彻 你这个定功 就越来越深 凡夫称佛 从这个原理上讲 就是定跟会 我们平常说定会 大家难懂 想到这个定会 大概不是凡夫能够学的 把它看得太深了 太神迷了 所以我们换一句话来说 看破放下 大家好懂 看破是灰 放下就是定 看破就是了解四十真相 放下是放下妄想分别之处 这个是所有一些烦恶 业细的根本 你看禅宗他讲 从根本修 教下也不例外 我们要从根本修 根本是什么呢 根本就是妄想分别之处 要把妄想分别执着 统统放下 你就成菩萨了 就成佛了 妄想分别执着 天天在增长 不得了啊 增长这个东西 没有不造业 造业不可能不受报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佛在今天苦口婆心的教训 我们不能把它当造儿戏 都想想 要去做 要认真努力的去做 佛教界出学 戒律非常惊艳 为什么呢 我们还不等事 就如同小孩一样 三十岁的小孩不懂事 上幼稚人 老师必须要教给他许多规矩 要在旁边看到他 使他养成习惯 不犯故事 培养他的根基 佛法也不例外 初学的人 一定要遵守佛的教训 到以后 你有定 有智慧了 那你自然 就能做得了主宰 佛不必要在 那么样照顾的 所以这些菩萨名号里面 含的毅力 无量无病 无有穷尽 是六位菩萨 都是跟我们世间人 做榜样的 我们学佛 到哪里学 要学他们 向他们学习 那他们的名号意思 我看不懂 怎么办呢 看不懂 经文上所讲的都是 往下经文所讲的 就是这些意思 所以这名号是 全金的总纲领 以后金度数了 一看这个菩萨名号了 自己就能掌握到纲领 就晓得在日常生活当中 怎么去过日子 怎么去工作 怎样出世代人 建物 原理一切故事 成就无量无边 殊胜功德 那是真正庄严自身 庄严自己的生活环境 像华严经的 皮诺正当如来 像这个 梅桃经上讲的 西方极乐世纪 那都是自己的果报 懂得怎么修音 就有什么样的果报 音乐果报 丝毫不爽 所以我们齐心 动力 严于造作 我们要对社会负责 我起这个念头 整个社会 都要学我这样子 这个社会 会不会干净 它是正面的影响 还是负面的影响 我们不能不懂得 古圣仙仙的教会 智力明眼 佛法的教会 跟世间教会不一样 比如说世间法 杀父之仇 不公戴天 这世间法了 这一定要报仇 你不报仇 社会上是 你不孝 世界圣人教导 你报仇 没错 这个是世间法 应当的 如果这个人做官 他在任上 你就不能报仇 为什么不能报仇呢 因为他现在是公职 是替回社会大众服务 你要报仇 社会上没有人服务 所以你这个仇不能报 等什么时候报呢 等他哪一天下台了 那个时候你再报仇 为什么呢 他已经不为社会大众服务了 带他们来谈四次 可见的 念念为社会 念念为大众的利益 这世间神能教认他 佛法怎么教呢 佛法教绝定不可以报仇 为什么呢 报仇啊 你这一生报复他 来生他报复你 生生世世啊 这个报来报去 没完没了啊 而且这个冤筹啊 越解越深 所以佛教给我不报仇 佛也表演给我们看 你们在金刚经上读到 戈利王各界身体 金刚经上读稍微提一提 这一段故事详细记载 大利盘旧 里面详细记载啊 这里有这些因果 那个仁如仙人 就是释迦牟尼佛 每成佛做菩萨的时候 认为他修仁如波勒米 戈利王戈利是凡语 翻成中国这个意思 暴君啊 戈利王翻成中国是暴君 无道的昏君啊 不讲理的 遇到山上这么一个修仙人 他把他凌迟处死 凌迟是用小刀身上 一片一片的肉把它割下来 这样处死啊 人如仙人 有没有报复的念头 没有 一丝毫怨恨都没有 这佛教给我们的 没有丝毫怨恨 没有一念报复之心啊 有一念报复之心 我们是凡夫 我们必定堕落 你没有听佛的话吗 你不明教理吗 没有报复 冤家一解不一解 他对我报复了 我明白 一切做了 还债下 我这个接到自己聊了 来生再见面 换换息息了 就解掉了 不跟一切人做缘处 一切都做还债下 你看我们这个心 多清净 多自在 永远保持 清净平等觉 这是修极根 缘则 成就极根的不二发门 别人毁谤我们 听到欢喜 别人侮辱我们 欢喜接受 别人陷害我们 也欢喜接受 一光大师讲 害得你家破人亡 害得你五马分尸 都不怨天不由人 绝不怨恨了 害我的那个人 不怨恨 要看着什么 我自己命里头 应该要受这个 先去定了 这样的心 念佛没有不往生 陷害而死 还是要往生 为什么呢 祝佛菩萨尊敬 天地归神 尊重你 佛说这样 我们学佛 出世间的圣人 跟世间圣人 不一样 世间圣人 没有离开情 出世间圣人 情没有了 完全把这个情 转变成无上的智慧 所以他的生活是 高度的智慧 高度的定工 极根显示出 高度的定工 实在讲 大乘佛法 讲到这个地方 已经就相当圆满了 下面你不必说了 一定到如来 古地上的境界 如果我们讲佛慧 智商是代表慧 极根是代表福 各位要晓得 定才是真正的佛 清净一心 是大佛法 为什么后面 还有这几位佛传 实在说 是有必要 一个普通的菩萨 要达到这样的境界 不是容易死去 纵然达到这个境界 很难圆满 我们在华眼镜上 明显地看到 这个智商跟极根 化身大肆 他都真的了 原教出足就真的了 破一瓶无名 这一份发身 智慧佛德 在我们眼光里面看 设法界里面来看 他都得到圆满 圆满 而非究竟圆满 不是究竟圆满 所以在化脏时期 在一顿发界里面 还有诸诸诗形诗诽 为相识地 等着 还有四十亿个位词 这四十亿个位词 要慢慢修 修到圆满 修到究竟圆满 多少时间呢 佛在经上说 三个二神七节 很长啊 不简单啊 发身大肆修行 还要三大二神七节 所以佛在此地 显示出大肆大悲 叫这些发身大死 立刻成佛 何必要浪费这么多时间 立刻成佛怎么成呢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就在华音会上 末后普贤菩萨 设大愿望 道归极乐 就是这后面极为菩萨 代表的 道归极乐 发身大死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是十报徒 上上平往生 十报徒 上上平往生 到那个地方 就成就了 真的把三大阿僧七节 浓俗成一面 你说这个多殊胜 这个多不可思议 所以下面 心会菩萨 愿会菩萨 相相菩萨 这三位菩萨 代表 尽忠修行的 三个条件 幸运行 你要真相信 相信什么 相信阿弥陀佛 相信释迦摩尼佛 为我们的介绍 怎么个相信法呢 如何具体落实呢 这一部无量寿经 这一部无量寿经 就是本次释迦摩尼佛 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 这一部无量寿经 就是阿弥陀佛 极乐世界一阵庄严的报告 这里面 有信 有像 有似 有礼 有因 有果 我们统统要相信阿弥陀佛 字字句句 都深信不疑 这才叫信阿 若不是这样的信 念活的人随多 修行的人随多 往生的人可不多 为什么原因呢 他有信 他不是这个信 他那个信 是个老实不客气的话 迷信 迷信可不可以往生呢 迷信如果真迷了 能往生 假迷不能往生 真迷怎么样 真迷他没有二念 你叫阿弥陀佛 他心里只有阿弥陀佛 二六十中一天都完 就阿弥陀佛 出阿弥陀佛出来 一个忘念都没有 那行 那个突突往生 他往生品位还蛮高的 怎么叫不是真性呢 不是真迷性呢 虽然相信了 一天到晚还胡思乱想 还有许许多多的分别之处 还有是非缘故 还有贪嗔痴慢 夹杂在其中 那个迷信的不能往生 所以诸位要晓得 百分之百的往生 一定要相信这部经里头 字字句句 我们要把这部经 字字句句 落实到我们生活上 所以这一次 我这一次在此地宣讲 不信实经 这部经讲个两年三年 没关系 你们大家来听 不一定也听完 你听一次 有一次的受用 一次懂了 一次记住了 一次能奉行了 你一生受用不尽 后宽 你是次资都来听 每一次都来听 利益无边 这些也都是实际英零 所使 我们这一方同修们 语言特别殊胜 我也没想到 我会跑到新加坡 这个地方来 跟大家细讲这一遍 没想到 语言太熟人 我也不晓得 我能够讲得这么细 三宝加持 这不是人力 你们在此地听到欢喜 也是得三宝加持 没有三宝加持 你也听不懂 你真正听懂 听进去了 佛菩萨加持 可见得 我们跟西方世界 跟阿弥陀佛 这个语言有多深 只要把自己 无量界的善根福德 挖掘出来 我们这一生 就能够拥土轮回 就能够成佛做主 参加阿弥陀佛的俱乐部 我们去当会员 你说这个多自在 多幸福 最幸 不是简简单单的 我当年 学佛 出家 我是学佛 去年 才出家 所以我一出家 就叫佛学院 就家进 两年之后 我才收剑 收了剑 到台中 就拜老师 黎宾拿老去死 我去拜见他 他一给我见面 就指着我 你要幸福 我也就呆住了 他怎么会说 这么两个字 你要幸福 然后就我坐下来 跟我解释 有很多出家人 他说 年轻出家 到七八十岁 都不信佛 他也会讲经 讲得也天花乱坠 怎么不信佛呢 佛在经上讲的 他一个字都没做到 这就是不信佛 不信佛 信没有了 愿行就没有了 怎么能往生 所以他说 这个重要重要啊 老师特别提醒 警测 一定要相信 信是真的能理解 能明白 能够依教奉行 这才叫行 换一句话说 信缘行 是一二三三而已 你说信 你没有愿 没有行 那个信是假的 不是真的 你说你有愿 愿没有信 没有行 你的愿是假的 行 天天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没有信 没有愿 你念阿弥陀佛 也是假的 心里头 一定有愿行 愿里头 一定有信心 心里面 一定有信愿 一二三 三二一 顶之三处 缺一个 就倒掉了 这是我们 一定要懂得的 一定要认真去干 对于这个经上 字字句句 神信不疑 决定不敢违背 佛在经上 叫我们做的 认真努力 要去做 佛说 哪些不能做的 决定不可以做 我们这个叫 真信 真愿 真信 这才是阿弥陀佛的 好学生 就能得阿弥陀佛 护念 阿弥陀佛护念你 你要知道 阿弥陀佛 是一切祝福 共同尊敬的 共同敬仰的 光中即尊 福中之王 那么换句话说 你是阿弥陀佛的 真学生 真弟子 你自然就得 一切祝福的后女 那还操什么心 还有什么放不下 我们的金钱 我们的财富 我们的房地 被别人侵占去了 被别人夺去了 你有没有忧虑 真真心愿心的人 不忧虑 佛正叫我们放下 那这是正好是放下的时候 没有人夺取的时候 我还真的放不下 人家一夺取 还要太好了 一心念佛 什么事也没有了 岂不是好的正上人吗 他帮助我一把 把我往上推上去 提升了 我想上去 还上不去了 他这一把把我推上去 不但不恨这些 夺取我财务的人 反而感激 感恩 不是他 我很难写 他这一鼻 我非写不苦 我这一写 跟阿弥陀佛又靠近一步了 你说多自在 那哪有不唤醒的道理呢 再想想 万般降不去 唯有夜随身的 你到底命中是 哪一样东西能带去 一样都带不去 如其灵命中在 在那个时候 现在死不是更好吗 死也得一干二净 那么在今天里面 佛告诉我们 我们东西被别人夺去了 夺取就是他的 我能不能再把它 拉回来呢 不可以 你要再去拉回来 你就犯了道歉 他夺取你的 是他偷道 他犯了道歉 你再把他拉回来 你又犯了道歉 你到他的吧 所以 死也掉之后 不再想 他如果再送给你 那他不是 他夺取了 就是他的财物 他到 他有他的因果 我们如果再把他 拿回来 夺回来 我们也犯道歉 我们也要堕落 这个里头 里根寺相当 微信 不能不知道 他把我的东西夺取 我为什么把他抢回来 世间人都认为 这是获利的 但是佛讲这个不合理 还是佛说的 有道理 你细细地踹下 佛讲的 有道理 一定要遵守 佛陀的教会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 是在讲 非常短暂 我这一次 从澳洲回来 那天晚上 亚龙那个地方停电 停了两三个小时 我们门口 有三株新人长 开了二十几多花 这个我们以前没见过的 新人长开花 很稀有 开的那个花 像年花一样 我叫吴星寺去照相 他照了二十多张 照片洗出来之后 花也没有了 花就没有了 我叫大家看看 你们看了 有没有悟处啊 大家看了之后 好像都没有觉悟 那你就不如我了 我看的这个话 有高度的警觉 我有悟处 悟什么呢 万发无常 刹那生灭 你看到这个照片 以后永远就没有了 就这么一次啊 就是按照相机一刹那了 你才晓得生命是多么短暂啊 为什么要造业 我们众生的生命呢 就是那一刹那 刹那刹那 我们叫相许相 金刚经常讲的 如露也如电 如电是讲真相 如露是讲呢 是这个相许相 所以哪样东西 不在说法呢 新人章开花 给我们说法了 给我们说的万发无常 如露也如电 不就给我们说金刚经吗 我们在那里看的是金刚经 金刚薄弱 你们在那里看的 是是响入飞飞呀 这个就是修佛跟不修佛 不一样处啊 所以你能这样的深入 你才晓得 我们六根解除六层境界 哪一个境界不是大方法 哪一个境界不是佛华颜 哪一个境界不是无量寿 哪一个境界不是清静平等军 都在现前啊 只是你不认识的 你要认识 你才懂得华颜经上所说的 入佛如来讲经说法 成说差数 从来没有间断 静虚空变法界 无视无处 而不受法 一切法在哪里 一切法就在你六根解除六层境界之中 可惜我们看不出来 给你提示出来了 好像 像那个闪电一样 闪了一下亮一下 闪完了就没有了 又去黑了 又迷了 你怎样 你怎样保持你这个意念的光明 那就叫功夫 保持这意念智慧 保持这意念进去 这个就是高度智慧 所以心运行 决定要生西方净土 这一条非常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不生西方净土 纵然出力 舍法界 正得法身大事 还要经历三大二生期间 你才能够原成佛道 宝宽 我们不要说是脱离六道轮合 这个舍法界不容易 脱离六道都不容易 再说个不好听的话 诸位一定要想到 脱离三窝道都不容易 我们今天看云云众生 造的什么云 三窝道的罪业 三窝道是什么罪业 佛在经上大小沉浸 都这样说 常说 几乎步步经上都说 佛是天天说 提醒我们 无界十善 你身 还遭杀生 偷盗邪业 口 妄语 无界的就 淫求 说善离兵 口音 妄语 念识 念识是条博是非 妄语是欺骗众生的 不诚实 不是实话 其余是花言巧语 欺骗众生 握口是说话粗鲁 骂人 一里头 贪嗔痴 你造这个食物音 国报就在山图 天才虽然还没剁 山图 山图里头已经注册挂号了 不久等着他就报道去了 谁不堕山图呢 谁不造食物音 不造食物音 翻过来修的是实善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忆 不忘 不碾 不口 不欺 不贪 不称 不吃 实善 上凭实善 身体 中凭实善 得来生的福报 来生还是得人生 像人间的福报 我们今天看 现在这个世界的人 享福的人 都是过去 无界实善 有功 修行有功 现在他这个 这个这个 复归 是他的国报